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在18號的記者會上 針對國內確診395例做分析 令人震驚的是 輕症無症狀的人竟然高達7成 根據指揮中心的統計 無症狀輕症佔了70.4% 其中肺炎佔了22% 嚴重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佔了7.6% 其中22名無症狀的感染者 年紀以20到29歲最多 其次為60歲以上 但更可怕的是 這些人陽道陰的時間 介於7到41天不等 女性比男性略多一點 我國無症狀輕症比例高得嚇人 陽性到陰性最久甚至要達到41天 這項統計震驚國人 短暫的疫情趨緩 並不能代表警報解除 記者黃亦凡 王一仲 台北報導